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這禮拜呢 我要搬家 所以非常非常的忙 非常非常忙 那這個 很忙的時候呢 還是抽空 抽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的龍蜜傳奇 這個已經孵到這個 莓果龍了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莓果龍 還有這個部落龍 也是我之前沒有的 然後呢還有這個 種子龍,種子龍我已經有了 好 那麼有的人會問說 那你是怎麼孵到的 根據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有幾種組合 來第一種就是什麼 就是這裡 這是什麼 植物龍 配這個 牧場龍 植物龍配牧場龍 那有的人他好像沒有這個牧場龍的話 那給你第二個 第二個建議就是 這個 蜂龍加什麼 成龍 這兩種組合呢 都有人 都有人種過 那我是哪一種組合種的呢 我剛好是蜂龍加成龍 這一個組合種的 那 有的人說 那這個 配這個有什麼 秘技呢 基本上這個 我不能跟大家講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秘技 這個都是別人的秘技 你懂嗎 我覺得不能跟大家講說 別人的秘技 然後在那邊炫耀說 我跟你講喔 我用秘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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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別人的秘技 我不能跟大家講 知道嗎 什麼 我剛剛有講 沒有 我剛剛講什麼 你剛剛應該沒有聽到吧 真的 你有聽到 聽到你也不一定會啊 對不對 來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你講的 分享的是 我自己的 秘技 好不好 這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呢 你 你配的時候 最好有 有兩種組合 像我就有兩種組合 一種是這個 植物 加牧場 另外一個就是 豐龍加成龍 好 那這兩種組合 要怎麼搭配呢 很簡單 你必須去看他的機率 看他的機率 像植物龍加這個牧場龍 他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可是我告訴你 機率高 有時候 你也要看他的這個繁殖時間 這個植物龍加這個牧場龍 雖然他中獎的機率高 可是他繁殖的時間非常的長 非常的長 然後呢 這個豐龍加成龍呢 他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他的中獎率比較低 可是他繁殖所需要的時間呢 是比較短的 好 那你說那這個怎麼搭配呢 很簡單 就看你的時間 如果你今天很有空 很有空 那我建議你 你就是這個豐龍加成龍 下去配 雖然他中獎率比較低一點 可是他的繁殖時間短啊 你很有空的話 他繁殖時間短 你可以 可以馬上就怎樣 再繁殖下一次 這樣子嗎 那繁殖 如果你很沒有空 很沒有空 那你配這個 植物加這個牧場龍 就會比較好 就比較適合你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次要需要的時間很久 但是他中獎率比較高 就好比說你要睡前 你睡前 反正你沒事的嘛 對不對 你沒有 你不可能睡覺的時候還在玩 對不對 那你就你就睡前的話 你就可以配植物加這個牧場龍 如果你比較有空 像六日你放假的話 那你就可以配這個豐龍加成龍 那這樣子呢 你累積所需要花的時間 會比較短 然後呢 也比較容易中獎 這樣你懂嗎 這是我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要搭配 搭配看你的時間 這樣肯定 我告訴你肯定中獎率會比較高 這樣你懂嗎 那 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我等一下還要去整理房間 我要搬家很辛苦很累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 那我下次呢 等我這個莓果龍孵出來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下一步 你孵出來的時候 下一步要怎麼做 好不好 好 那現在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是小在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記得訂閱 拜拜